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苏沛 欢迎进来我们家参观 Coverse PE搭配可以吸湿器的幼木桌子 还有大电视和水晶灯 这个充满欧式异国风的地方就是艺人苏沛家的客厅 点点那种比较放松的元素 所以我用了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这个文化史的墙面 苏沛去年刚搬进这间 位在林口文化路房子 70平空间 总价2000万 从原先每平33万 增值到每平43万 因为喜欢设计 所以家里各个空间都有不同的风格 相当混搭 而要让房子空间更大 苏沛也运用系统柜来收纳 来腾出空间 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柜子里 而这个盒室则是苏沛最喜欢的地方 因为有用令槽做的榻榻米 还有各式各样的精油可以让苏沛很放松 来到我们家一定要介绍我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很温暖的烤箱 把厕所改成烤箱 冬天天气冷 苏沛就会和女儿 在这里取暖 是苏沛家中最爱的小空间 苏沛买房买出心得 因为她26岁就在中和购入第一间房子 之后在农汉街买套房 脱手甚至还赚了600万 总计苏沛在台北就买了10间房 而之后苏沛搬到林口也再买了10间房 她以防养防 从小屋换成大屋 也成功住进梦想中的Villa风格房子 当你卖掉这个房子 你回收的时候 你不但你的本利也回来了 然后你房子增值的这一部分也加进去了 成为投资房产达人 速配买房一定要挑空屋 可以查管线 还要选择景观宅可以保值 买房快横准也让她在房产投资上滚出20栋房产 接下来文卡 陈张佩亚新美食报道